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至今 在全球已经是夺走了4000多条人命 香港特区首长林郑月娥指出 有鉴于病毒已经是扩散到了105个国家和地区 港府将会扩大分关措施 并且已经和多国驻香港的领事馆联系 争取尽快公布对哪些国家和地区 实施进一步的卫生检疫和限制入境措施 林郑月娥指出 港府已经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进行风险评估 考量标准包括感染人数和分布 确诊个案的增加速度 港民到访次数 当地的防疫措施 以及香港检疫和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 香港也会继续实施围堵政策 以便减少境外输入个案和境内传播 香港在全媒追问之后仍然都没有交代 那。 我们都没有交代